但是我覺得這個作為在野黨 該去抗議 該去凸顯議題的方式 還是要做 要不然要在野黨做什麼 而且我覺得執政黨 執政黨的立委沒有責任嗎 執政黨立委不是要護航 這個政府機關 執政黨立委要幫人民追出真相 所以今天這件事情 怎麼會是只有在野黨 就是要去凸顯這個問題 要追究真相 剛剛嘉瑜自己也講 人民都想知道真相 但我想問的是 執政黨的立委又做了什麼 如果今天蘇貞昌連一個報告 都可以這樣子 不把他當一回事 然後就輕鬆的讓他上台報告 然後就過關了 這是臺灣民眾想要的嗎 所以我覺得今天國民黨立委員黨團 不讓蘇貞昌上台 是因為他這一個報告 根本就必須要重寫 如果他不肯重寫 這樣子的一個杯葛 我覺得真的是剛好而已 而我認為這個整個行政院 他們的態度這麼的蠻憨 這麼的傲慢 這個是整個臺灣人民 應該要用更大的民意的力量 來監督他們的 我今天還聽到一句是什麼 當時在這整個報告過程當中 陳時中的拍板 有沒有留下任何書面記錄 沒有書面記錄 行政院怎麼幫這件事情辯駁 他說沒有書面 不影響決策的有效性跟釋法性 大家想想看 我們都進步到什麼時代了 任何的重要的意識 沒有形成文字記錄 這個等同是什麼 皇帝時代的口譽 我嘴巴講一講 大家就照辦了 可以這樣子嗎 我們是要回到威權 藝人說了算的時代嗎 行政院竟然還好意思 把這樣子的東西告訴大家說 沒有書面沒有關係 不影響他的有效性跟釋法性 這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民進黨現在就是一黨獨大 變成是非常的蠻橫跟霸道 民進黨在這件事情看得一覽無遺 民進黨不滿意 他說是一步是沒有 不派員 沒有調查小組 沒有調查報告 沒有會議記錄 沒有真相 而且資質媒體泛雲 而且還說 這個朝野都有立委帶為陳情 來 乃軍 民進黨的傲慢 而且我覺得真的是厚顏無恥 到了極大的 讓人覺得不可置信的地步 我們因為這個三加十一破口 然後造成這個防疫上面 這麼大的一個重大的一個災難 他竟然還好意思說 這個是疫情起來之後 再這樣是奇蹟 這個政府實在是不把人命當人命 不把人民對於防疫上面的 這麼兢兢業業的 那麼擔心的 那麼的配合政府 你現在都把這個人民的配合 當作是便宜嗎 今天如果沒有這個百姓 那麼的配合的戴口罩 你覺得臺灣會演出這種奇蹟嗎 我們的疫情會往下降嗎 現在因為疫情已經降到個位數了 所以大家對於疫苗上面的 這種壓力 對於這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對蔡政府的這個壓力 沒有那麼大 孫昌昌現在大打隔魁保衛戰 莫名其妙到了極點 陳時中他本來就不應該 在每天那邊開記者會 有什麼好開的 在講那些有的沒有的 因為這個記者會是他的主場 他不用受到這些立委的監督 在黨立委的批評 他愛講什麼就講什麼 然後就大作秀 他就不用去回答這些的質疑 就是你到底決策怎麼做成的 一個沒有會議記錄的協調 這說得過去嗎 任何地方都說不過去 像這樣子的像這樣子的部長 在美國在任何地方 你早就被彈劾了 你早就該下台了 法國的衛生部長因為防疫不力 他現在被起訴耶 我們這些的官員日子這麼好過 養了那麼多的1450 來給我們捍衛你們 今天到去面對國會的時候 面對全民的時候 還這麼的囂張 真的是太可惡了 請訂閱按讚分享 TP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 TP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 等你喔